我采访的时候碰到过多少次男的吐槽 说他们在生活中总是碰到这种 说是叫对象跟他交往 他也不知道人家看得上他还是看不上他 总要交往一段时间吧 每次约会要吃一个不便宜的饭 肯定是男的请女的吃 然后出去逛街 女的表示一喜欢什么 男的得给买吧 然后这么弄了几次之后呢 他说不断的犯钱 不断的犯钱 不断的买了一群买围巾 我就挣那么点钱 人家没有要跟你走向最后的 走向的投愿 你一直在投 然后你就受不了了 他们的那个困境 我一下就想起那些男人 我就觉得如果大家都能有勇气的 坦诚的像这个男孩这样 我先补一个信息 他们俩这对模特 他俩还有一个差异 因为在模特界女模特 工资是比男模高的 而且是他女朋友已经是个名模了 就他的收入其实比他男朋友是高出一大截的 我是感觉好像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这个争论才有一定的可能性发生啊 对你们交往是这样的吗 我跟我男朋友吗 对和你 还有你认识的就是 所有男朋友 所有男朋友 对就是date的时候到底谁付钱 我自己反正是一直AA的 因为我好像从小就有点就是 有点不太愿意欠着别人 尤其是比如说一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或者要么就是你付一顿我付一顿 我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心态 就是我不是利用你 你也不是利用我 就是我们俩之间 就像刚刚张老师说的 就是实心实意的 我们为了感情往下走 我觉得在这个金钱上要实现这个平衡 太不浪漫了吧 被浪漫弄坏的定义 对我觉得浪漫 就像我们现在学生 他们有时候会来跟我说 他说老师那个昨天发生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肯定所谓的浪漫 就是说有个女生收到了 又给他送玫瑰在窗口唱歌 而且是送了999多 类似以上的那个玫瑰的 就是然后就有一次就是学生觉得特别浪漫 有一个男生就把我们华东师大所有的书给寄了一个黄时代 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浪漫了 就是说现在就浪漫就是你要说的 就是说要男生付钱 要付很多的钱 要吃的很贵 不顾代价 无节制的 就是说超出他个人能力的 超出他认知能力的那种 英雄的感觉 就是看中仪式化超过看中仪式化 实质的情感 对对对对 其实浪漫的本质就要浪费 对我愿不愿意忘你 本来这个事情就这么点成本就可以搞定的 不我要搞一千倍的成本 我要搞一千倍的时间来实现这么一点本质的东西 基本上的规律是 所有那个把精力放在浪漫上的 最后都是无法面对和适应 普通的现实生活的 对对对对 但我们现在就是影视剧都很鼓励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影视剧都弄得就是很有仪式感 什么一个男的带多少东西来到女的门口 要唱歌了 要唱就唱整夜的歌 就是带衣服就带一箱类似这种 就影视剧现在都是度量很完全失衡 就像我们现在通货膨胀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无能的表现 因为编仪式是容易的 抛掉仪式感在普通的现实生活中表达出深刻的情感和 饱满的这个爱是非常难表达的 请回答1988表达的挺好的吧 对对那个特别好 那个太好了 那个就是在没有什么浪费的 就是平平时时的生活中表达爱 他们吃的每一顿饭都觉得挺好吃的 虽然他吃的都是那个很简单的食物 大部分时候都在煮方便面 对对对对 打折的时候买回来 对对对 那个妈妈做的那些那个海鲜就觉得特别好吃 但是他就是每一颗都自己自己挑挑挑 然后给给家人做 就就米兰芬特拉不是说的吗 就是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掩盖着枯燥的心灵 就是你月生是浩大的这种这种爱 可能他最后 我需要靠仪式撑起来 因为如果我直面你的时候还被电影发现 其实也没那么爱是吧 所以现在一参加那个小孩的婚礼 因为你知道婚礼设计的人 现在婚礼到好多好多桥段了 什么开始要拍片子吧 各种时空对话吧 现场各种热泪盈眶飞着过来 开始我还挺感动的 后来越玩越欢 对现在很久 都跟你奥运会开幕式似的 我就开着就心想 你们俩可别不到一年就打起来了 就是这光这个还过得了日子吗 而且还很考验家长了 家长也得唱歌 我心里想以后我儿子结婚 我得唱歌了 太恐怖了 别结了吧 妈妈不想唱歌 对 现在你看那个王老师什么 就是你看他 你会觉得说 就大家可能不会马上想到性别 你也不会马上想到年龄 是不是现在有大家在聊的 一个中性感是这种感觉吗 其实我们四个好像都挺有中性感的 在穿着上 尤其是在面对更多人的时候 我会习惯往中性了走 就是因为我不太愿意被当做一个就是跟性相关的一个或者跟性别相关的一个就是你最好不要在意我是男是女就是一个人站在这里跟你进行专业的对话这是我自己一直比较喜欢的状态但我之前有次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自己分析了一下我为什么一直在努力的避免性感好像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散发出来所谓的对性魅力来实现一些 不管你能不能实现吧你有这个动机你有这个试探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低了 我就想 显着我没本事 对 就说我要用这么低的招吗 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 我就想摆脱这个东西 不想从性别中获得红利 对对对 我就想摆脱自己身上这个跟性相关的概念 我就会一直努力的要屏蔽这些东西 就是跟理性 跟坚强 跟聪明 跟智慧 跟创造有关的东西 是男人身上的标签 以及他们的优势 而在漫长的历史里边 女性承担的不是社会角色 是家庭角色 家庭角色是繁衍 是照料 是本分 所以这部分标签是女性优势的标签 因此女性要靠这个就刚才你说的 要靠我这个性别身份来活下去 才能让一个男人养活我 让这个社会接纳我 这是传统对女性的定位 因此今天的新一代女性就开始要反这个定位了 对 我不要所谓的性感 我不要靠这个生存 我可以用我的理性 用我的聪明 用我的能力生存 所以我就中性化了 对 现在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穿黑色 就感觉 以及她整个外形什么的 你确实会一眼打上去 她已经完全背离传统那种女性性感 就是凹凸有致这一类的 这事你还叫小鹿说你自己交代交代 为什么穿黑色 不是我在想一个事情 就你说这种中性感 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我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个事情 但是有时候我会反省 我觉得有时候你逃不开这种目光 我就在有一个场合 大家就是就反正看一个就演成会 然后大家都聚到一起 忽然间我意识到一个事情 就是那一天晚上 我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我自己去的 别的在场女的 是谁谁谁的人 谁谁谁的人 虽然他们也很 就是也很独立吧 但我是唯一一个 我代表我自己去的女的 我就忽然间去感到了一种不舒适 就没有人让你不舒适 你知道吗 你就自己觉得不舒适 我就不辞而别了 我就我真的就逃走了 我为什么 好像孤军作战了 好像我存在没有合理性 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能有一个比较肤浅的原因 我是感觉当一个人 作为单独的一个人 跟很多对情侣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自觉的是会很尴尬的 也不完全 那也有男的也是单身的 就是你会突然会又掉到那个 就被性别所凝视那种感觉里面 或许是我自己 就是你怎么能代表你自己呢 或者就是我对我的性别 就是虽然说我有点比较麻木 但是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对这个事情非常自如 我还是要学习 也还没有非常自如